而恰恰就是这些指向性很强的动词 Strong Verb 会使你的文章变得生动起来 西方教育里面对于知识的连贯性这一点 非常值得我们的学习 然后这里放了一个电池 做了一个卡片 女巫头上的灯就会亮起来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Jesse的小宇宙 我是Jesse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美国公立学校二年级第九周和第十周学习的内容 这两周学习的第一个侧重点是情绪管理 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做了一个书签 书签上写的是 think before you speak 在你说话之前 先用头脑想一想 学生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 给书签做一些design 由于这两周是在十月份 会经历一个万圣节 所以他们学习了很多小动物 跟万圣节有关系 你看老师让他们画出一个蜘蛛 并且描述出来 你对蜘蛛的感受 莉莉把这一边涂了颜色 并且在这边写上了她的感受 在这一周的读故事学英文当中 他们学习的文章也是跟情绪有关系 他们学习的第一个文章叫做 wrong side of the bed 这个词其实是一个谚语 就是我们的起床气的意思 就是起来之后心情非常的不好 这个小故事讲的是 这个小朋友小女孩 她早上起来觉得心情很不好 做什么都不顺 后来妈妈帮助她化解了 这个她不好的心情 所以通过这篇文章 他们学习了 我不好的心情 我会有哪些表达 然后他们就又学习到了 不好的心情其实没有关系 可以通过一些巧妙的方式来化解 比如说大家相视而笑啊 或者大家开个玩笑 或者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使心情变得好起来 可以说这个故事是一个fiction 是头脑想象的故事 那么在这个故事的背面 是另外一个故事 其实不能叫做故事 它是一个nonfiction 它像是一个说明文一样 阐述了什么情况下 你会觉得心情很不好 比如说我们通常有时候 都会觉得自己非常的grumpy mad frustrated 但是没有关系 你可以出去走一走 或者骑自行车 做一些事情 让你的心情好起来 lighten your mood 在第三段的时候 她又提到 有的时候 我们无法自己 化解这个情绪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这个坏的情绪 让它输出出来 所以我们通常会怎么做呢 I squeeze my teddy bear 我会紧紧地抓我的 teddy bear 或者yell into a pillow 或者对着我的 pillow大声喊叫 最后一段 她又解释说 通常时候 爸爸妈妈的行为 或者周遭的行为 会引起我们的心情不好 那么最好的方式是 It's always good to talk to an adult 跟大人聊天 跟大人说一下 你为什么心情不好 把他说出来 甚至有的时候 哭一哭也没关系 在第十周的读故事学英文当中 他们学习了一个故事 叫做Stella Luna 恰巧我家里面 也有收藏了这本书 以前Lily就有读过这本书 这本书在美国非常的流行 感兴趣的朋友 也可以去图书馆借一届看看 通过这样一个故事 他们锻炼了 什么是故事的背景主题 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内容 然后故事的细节有哪些 他们做了一些问答题 那还学会了一些非常有用的词汇 第二个最重要点 他们学习了文法 记得我们在上一周 他们巩固了什么是名词 动词 形容词 那么这一周 他们进一步巩固了动词 通过这个Stella Luna 这个故事里面的动词 他们来学习 比如说他们学习了 什么是weak verb 什么是strong verb 有一些动词 他们表述出来的概念 非常的笼统 也可以表示这个动作 但是有一些动词 他们表述出来的概念 就非常的具体 他们的情感很强 指向性很强 我们随便来举几个例子 大家感受一下 weak verb flew 飞 toed 说 那strong verb spied clutched clutch是指我紧紧地握住 而不是我就是hold 我就是抓住握住 不是的 那gasp 也不是指我就是breath 喘气呀 可能是因为疼啊 或者是惊讶 这样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深深地喘息一下 那再比如说cruan 轻轻地哼唱 大家自测一下 这六个strong verb当中 你认识几个 而恰恰就是这些 指向性很强的动词 strong verb 会使你的文章变得生动起来 更精彩 更漂亮 第三个重点 自然科学 在第九周的自然科学上面 他们学习了 什么是migration 迁徙 什么是dormancy 休眠 什么是hibernation 冬眠 migration 迁徙的意思就是说 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 并且再回来 那为什么要迁徙呢 是因为他要寻找食物 获得更好的生存环境 或者是因为气候的变化 季节的变化 或者是因为要去生宝宝 那么什么是dormancy呢 休眠就是指植物和动物的活动和生长减缓 比如说植物的停止生长 动物的停止移动和活动 在动物上面 哪些动物会休眠呢 比如说有些熊 并不是所有的熊都会冬眠 有些熊在冬天的时候 它的行为活动会减慢减缓 那么什么是hibernation呢 我们也可以翻译成冬眠 因为它通常发生在冬天 冬眠它是休眠的一种 它是指动物在很长一段时间跑去睡觉了 它不去活动 就是跑去睡觉 主要是因为气候变冷 很难找到食物 老师给它们举了几个在北美洲很常见的动物 它们进行冬眠 比如说groundhog 土拨鼠 chip monks 花莉鼠 还有一些蝙蝠 动物和植物之所以要进行migration 迁徙冬眠和休眠的活动 是因为它们要适应环境 它们要survive 生存下来 那么为了要生存下来 动物和植物还会进行其他的方法 比如说换毛皮 有一些动物它们在冬天的时候会长出很厚厚的毛皮 而在夏天的时候它就会掉毛脱毛 还有一种非常有名的生存方式 就是camouflage 伪装 它们会变换自己身体的颜色形状和一些花纹 来使自己更好地融入周围的环境 便于它们的隐藏 比如说在北极的雪兔和雪狐 它们的毛皮都是白色的 很好地融入到了洁白的雪地当中 为了更好地巩固学生 是否真正地掌握了什么是 迁徙冬眠休眠这些概念 老师设计了一些问题给学生 让他们回答是与否 然后呢 在背面呢 空白叶的地方 老师又让它们画下来 它们心目当中 什么是休眠冬眠 什么是迁徙 并且它有哪些动物会有这样子的行为 它们还阅读了一个故事 是关于一个鹅妈妈带着小鹅 它们迁徙的故事 通过这个故事 它们不仅了解到了什么是迁徙 而且它们还学习了人称代词 he, it, I 既然学习了迁徙的概念 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 不如再复习一下地图吧 根据指令从教室 如何可以走到体育馆 再根据指令 如何从教室 走到cafeteria去吃饭 再从cafeteria走回图书馆 它们还复习了地图当中的图标 我在公立学校二年级第四周的内容当中 详细地介绍了美国公立学校小学生是如何学习地图的 如果您忘记了这一期的内容 请参见我上面的链接进行补课哦 西方教育里面 对于知识的连贯性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的学习 在第十周的自然科学课上面 他们学习了warning 风化作用和erosion 侵蚀作用 风化作用就是指经过很长时间 把一个很大的石头 把它慢慢慢慢分解变成小小的石头 而侵蚀作用是指小小的石头移动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侵蚀作用也可以是通过很长时间来形成的 也可以是很快形成的 比如说一些突然发生的事件 像hurricane 飓风或者是flat 洪水 这些自然和气候的变化会造成地表环境的变化 反过来地表环境的变化也会影响到气候 在第十周的时候他们进行了自然科学的考试 我看了一下他们的考试题 我觉得他们的考试题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我就没有完全答对 一共有20个题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结尾查看这些题的具体内容 检测一下你是否都能够选择正确呢 下一个侧重点 在第九周的手工课当中 他们学习了制作3D小动物 这就是他制作的3D猫 第五个侧重点 在实验课上面他们观察了蚯蚓 老师会训练他们用眼睛看到的蚯蚓 是什么样子的写下来 然后touch 用手去触摸蚯蚓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是rough还是smooth 然后你闻到蚯蚓有什么样的气味吗 并且他们还测量了蚯蚓的长度 莉莉测到她的蚯蚓是两个paper clip的长度 第六个侧重点数学 这两周的数学依旧很简单 他们复习了大于小于等于和不等于 复习了数位以及百位的加减法 在第十周的时候 他们还进行了数学测验 一共有二十个问题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 美国公益学校二年级第九周和第十周 在gifted program 也就是美国天赋计划项目学习的内容 如果您是第一次看我的影片 不知道什么是美国天赋计划项目 也可以参见我上面的影片进行查看 里面我会有详细的介绍 什么是美国天赋计划 以及它是如何选拔学生的 记得在上一期内容结束之前 我说过 他们这两周的内容会跟以往非常的不同 因为他们学习了做电路 第九周 他们学习了电路如何产生 什么是正级 什么是负级 那试验了一下做电路的大概的流程 在第十周 他们就真的做了一个电路的卡片 然后这里放了一个电池 做了一个卡片 非常适合在Halloween的时候玩 所以它这上面有个小猫咪 你按一下小猫咪 上面写着press 让你按小猫咪 小猫咪的结果就是 女屋头上的灯就会亮起来 是不是很有趣 每个小朋友还可以给自己的Halloween卡片上面 做上自己的design 画上颜色 Lily在这里 有一个苹果这里画了红色 并且旁边写的是 Poison Apple 好 以上就是美国公立学校二年级 第九周和第十周学习的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请帮我点赞订阅并分享 也欢迎大家提出宝贵意见帮助我成长 这里是Jesse和Lily的小宇宙 我是Jesse 我们下次见 再见